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野人七澳部落第一次出國滑雪 也是本村長生平第一次滑雪 今天呢 幸好有一個DBC加入了我們 讓我們整趟旅遊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不用擔心 欸 早上去啦 嗨 你好 這次我們整趟旅程就是交給他們了 豹操一堆 那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綠色的頭髮 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木木剛生嘛 其實在照顧啊 還有責任上面都變大了 為了要調適自己的心情 懶了一個綠色的頭髮 當初的Circus就是這樣子的鮮豔的髮型 心情就會變得好 心情就會變得輕鬆 對我而言啦 這次就讓自己就是解放一下 懶了一個感覺不太穩重 蠻輕浮的一個爸爸頭 OK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先去滑雪街 Let's go YA 今天中來了 那現在已經變成是滑雪教練了呢 這可以講嗎 可以講嗎 你是滑雪教練就怎麼樣 好 女滑雪教練啦 OK 滑雪教練啦 他們在求救 但我來 我跟你講啊 買這種滑雪裝備喔 是一種投資啊 康現在就在猶豫要不要買 租的也可以 沒問題 可是對我來說 像這個 吊帶的這種 不只是只有滑雪用啊 釣魚也可以用啊 我釣魚就穿這個 而且那個我待完那件 就長得跟這個一模一樣 它的型一模一樣 功能還更多 不是我在講 你有帶嗎 我沒有啊 而且我們現在的狀態像什麼 新人一樣 就是我們還不知道 明天到底會有什麼狀況 所以我們都沒有危機意識 我這支影片是做給大眾的 那種很厲害 你們滑過雪的 OK 我就是沒滑過 所以我的心態 就跟這些新手們是一樣的 明天才知道 怎麼樣叫做痛苦 這間看起來就很酷耶 這間叫什麼 打開啊 也覺得算是最頂的 看到了沒有 這個飯店呢 是他們這邊最頂的 最頂的中間 又有最頂的獨棟的 頂中頂啊 哇 舒服啊 哇 欸 很讚耶 去桌上看一下 哇 這個可以煮東西 會買牛舌 這邊有牛舌可以買嗎 我們會佔你到三下嘛 基本上六個人 我們就安排這一棟給他煮 所以趕快揪 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你就應該趕快去連結網址 直接先訂了 而且我們下一季 我們之後是限量的 因為我們不想白夜晚季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是限量體 我跟你講這都是那種 新的味道 我原本我們這一趟行程 老實跟大家講 我們是要去漲網 但是後來呢 Takia told me 我說你們要去滑雪 那你們要不要來那個野澤 然後我就上網做一下功課 第一次來滑雪 來野澤 是一個很屌的選擇 很屌的選擇 內行人的地方 這邊就是會比較俗的我 這附近就有點像是那種 經過了非常多年 大家慢慢進駐 不是說商業場的感覺 這是廁所嗎 啊這是什麼 這個是洗澡的 廁所 廁所 哇 哇 這超快到我守護場 真的下雪很屌的 說不了耶 住這裡 要住那麼多天 我們這邊到雪場大概 它會有一個摩毯 很像手扶梯 要做8分鐘 然後你走到那個地方 大概2分鐘 這裡是整個野澤 最熱鬧的地方 謝謝Brand 謝謝Takia 其實我有自己小小的做了一下功課 因為這邊以前就是 蠻早的時候是那種火山爆發 地形就是非常的順 非常的長 非常的漂亮 所以最有名的 聽說是有一條Line 是很長很長很長 可以在這邊 SKYLINE 有沒有聽過 應該是在日本 都很有名的一個雪道 從上面滑下來 大概會滑20分鐘 你講真的假的 講真的 我剛剛前面是不是 穿粉紅色那套 爆炒一頓 那個司機打給我說 我們在15分鐘左右到 你們是不是有小小等一下 因為他打給我的時候 我正在SKYLINE 準備滑下去 他打來說1.50米 我還沒有那麼低 我也是在滑的中間 接取電話 滑下去 而且他是直接滑到停車場 我是直接滑到停車場 拿起雪板 撥電話2.18 真的很長 有點意思 我分析我自己了解的 因為我很多的朋友 之前都在白馬 還有就是帳王 那後來我自己在做功課 我選擇帳王是因為 那邊有那個樹冰 樹冰 後來我就覺得 樹冰很漂亮 我自己都很想去 所以我那時候也就是準備好要去 到最後為什麼選擇了 野澤 是因為他這裡的那個 周邊的這種風俗民情 我覺得我們可以派上 讓大家會真的愛上這個 而且是跟一般學長會有完全不同的風味 而且Skyline它那麼長的 但它最表明的是它的風景 因為它上去的時候很漂亮 但是我們今天好不好 因為你會滑五天嘛 爆滑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你帶上Skyline 滑下來 我們一定會讓你上去的 因為那個其實算不容易的雪島 可是我從來都沒玩過 我們的目標 反正我會跟教練講 就是第四天的時候 讓它上去Skyline 我答應你們 四天後 我絕對站上Skyline 好 沒問題 那邊就是什麼線道都有 紅線 黑線 綠線 各種穿插 綠線就好 不行 那邊沒有纜車 你一定要從黑線下來 而且它有Mogo 饅頭 你撞到它你會飛下來 你的表情 我們已經握手囉 你說真的假的 不要開玩笑耶 我認真啦 不會啦 反正你一定會回台灣啦 你是野人耶 而且我跟你講 你找我是對的 大家都以為我好像很會 但是我是最乾淨 我什麼都不會 交給你們的教練 去訓練 到真的會嚇的話 你們教練聲明大照 可以把一個白紙弄成這樣 下午這樣子走出來很秋耶 很秋 野澤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這個地對不對 它其實是屬於地熱 主幹道不會群血 雖然說沒有熱熱的 但是其實它不是冰的耶 你真的很懂耶 我住在這邊 欸我想問一下 這邊是整個地形的海洞 海拔是比較高嗎 對 它的海拔比較高 其實你們今天 他在開車的時候 一路都在上山 那你看一下我們住的地方 這一棟 就是我們住的 我剛剛去看這一間 我剛剛住這一間 因為這間樓下有那個按摩的 哈哈哈哈 對 你真的有在看耶 真的 基本上你剛剛這樣走 野澤村已經 來來你走一半 喔 真的嗎 真的 欸 蠻好玩的耶 所以你在這邊滑雪 假如你想要吃個默契哥菜 或什麼 完全不用開車了 你就是一下來 像我們自己的客人 因為我們的飯店都很近 雪板放著 切子一換 直接走下去就可以吃了 那我想問一下 滑雪這樣滑好嗎 啊都不會遇到 突然有一個石頭到你這樣 會啊 那就飛出去了 所以大概固定會有人 在騎那些石頭 會會會會 雪場每天都會有人整一次地 所以像我們就會想要 滑那種first ride 第一趟 所以只要下完大雪 隔天如果出大太陽 早上八點去 停車場都是滿的 說真的我到現在這樣子走那麼久 山就在我們旁邊嘛 我沒有看到雪場耶 它在背面是不是 雪場它就是比較神秘 我們就是要更往山上走 所以我跟你說 你明天穿好雪具 到那個它的入口 叫油口 你會做那個八分鐘的 好像手無敵的那個摩毯 一出來整片雪 真的假的啦 你在山下是沒有雪的喔 你做完八分鐘出來 整片白色 啊誰會帶我去 當然是我們的教練啊 你會把袋子我已經在上面滑了 然後這邊你看 逛一逛又有一個免費湯 這邊總共有13個 竟然有免費湯 幹嘛要去油錢呢 因為免費湯呢 它的溫度比較高 但是它其實是有冷水可以加的 可是因為如果有人在泡的話 因為在日本那種泡湯的文化 你有人在裡面就不能去加冷水 這是非常不明白的 好 你幸好有提醒我 我們繞一圈回來了 沒錯 繞一圈回來了 然後這裡是一間漢堡店 我覺得不錯吃 也就是很特別 我覺得就是很多日式啊 很多不同風格的 有什麼為難的時刻嗎 超多的 我們現在就是請Brian 帶我們來下面的超商買東西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啦 還有一欄多 現在已經到日幣3萬了 但因為我們要在上面待6天左右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OK的 四箱了 他買動場 他買動場 結果我們的車佔得下我們的人 但佔不下我們的食物 Mina 你是要搬來這裡是不是啦 還是搬家是不是 那我去尿尿囉 我們要稍微用力一點喔 所以明天我們就是穿好 實際在穿上鞋 我從這邊出發 那我問你喔 我們裡面要穿怎麼樣 最好的話是有那種開漢的啊 素衣 反正總之最裡面的原則是 越素越好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假掰 拜師學藝 我一定要拜 就是要拜厲害 利不厲害 沒有 你滿有自信啊 不能太自滿 我們自信不自滿 你利不厲害嗎 厲害 就對了嘛 我們都特地從台灣過來了 我們找一個不厲害的 DBC嘛 他也是我師父 也是教我的 這幾天認真喔 絕對啦 還真的啦 我直接跟你講 我不知道我學得好不好 但我跟你說 我絕對不會是 讓你丟臉的那個徒弟 不管怎樣 我都會超認真 太好了 最喜歡遇到這種學生 如果我今天 到第四天不認真 下不了那個Skyline 我就真的就是 我就爛了 但如果我四天都很認真 然後下不了Skyline 感動吧 問題就是出在他吧 不然這樣我們 我們打個勾勾 可以可以可以 有信心 我沒信心 但是我可以說 我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因為這支影片 我主要是要讓大家 跟我一樣 就是你也是新手 因為我也是新手 我們從未知 就是一路這樣子過來 四天這樣拼命 這樣學習 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有可能會直接下Skyline 而且Skyline 是不是有分 什麼線 什麼線 有 黑線 聽說上去了 地下滑下來 沒有男生可以站一下 除非你在那邊裝受傷 就會有人騎車站你下去 太丟臉 太丟臉 手機放哪裡 手機這很重要 手機放那個拉鍊最牢固的地方 就對了 拉鍊要拉 來 我跟你講一個 我第一次跟他去滑雪的時候 他上課前說 麻煩你 那個東西一定要幫我放好 拉鍊一定要拉起來 不以為意 我那台車是租的 車鑰匙直接噴在雪場裡 而且那時候下大學 對 12月31當天 鑰匙直接掉在雪場裡 那怎麼辦 是我車回去租車的地方 拿鑰匙 再坐回去 開車 所以這應該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租車 你要跟他拿兩把鑰匙 放車上 是你的口袋 你一定要拉起來 我們剛剛吃飽 但是呢 你也知道日本的東西 就是很好吃嘛 有點貴 但是不飽 這時候我們剛剛在超商 買一萬塊的東西 就發揮作用了 阿包正在處理中 我比較想要喝 哇哇哇哇哇很豐粟 超 grav 那個要幹嘛 日本的好吃了 對 吃 pouco了 The morning早安 看一下好不好 就算還沒滑雪 我都覺得我挺專業的 太美了吧 準備好了嗎 小心 Security 加油 友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